因為我們課程規劃前面36個小時是屬於初階部分 最後我們上個禮拜是把TQC Plus 的證照 最後一類幫各位做解說 當然它這個題目裡面總共會有9大類 後面6到9類實際上又比1到5類來的困難一些 所以假的你們想要有一個目標的話 練功把自己的一些基本功練好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不錯的方式 也就是說它是一些實作題 就是上級一定要做出結果來 OK才算是正確的 那這個當然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覺得反而也許吧 我覺得國情不太一樣 台灣的證照比較著重在實作 可是那個原廠證照 像那個微軟的那個證照 像我昨天就考完的那個POW BI的那個原廠 那個證照 微軟的原廠證照 那一張證照的話 好嘛 滿麻煩的 因為它流程就是說它的SERVER是在美國 所以你台灣這邊其實它只是負責連線 然後而且當場還要錄影 而且還要照相 確定說是你考的 反正那個還滿煩 這其實還不算什麼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說 它沒有把那個題目翻譯成就是當地 Local的語言 所以我們考試的時候呢 就變成全部都要全英文的 也就是那題目全部都英文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那個題目 其實大部分它也沒有什麼實作題 它其實就是考你選擇題 OK 那選擇題 哇 那有些題目的敘述啊 相當容常 有些敘述啊 可能敘述至少就是大概一頁 最後問你ABCD哪一個 所以有時候你光看那個上面的那個英文 光看完你就已經頭暈了 對 因為當然不是 因為那不是我們的母語啦 即便你平常也有在閱讀英文 也有在聽一些英文 但問題是還是滿有點難度的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啦 我發現喔 我準備那個證照 花我最多時間 就是在讀英文 而且喔 當然不免 有時候還要再 再用翻譯軟體再翻譯確定一下 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所以反而我覺得我 所以喔 從月初到月底 我發現我 英文程度又再進步了一點 因為很久沒有讀那麼多英文 而且其實喔 說真的喔 也從來沒有這麼認真 再準備一個考試啦 因為以前考試我覺得都還OK 這考試真的花我好多時間 每個禮 這一段時間啊 基本每天都在看那些考點 還有點緊張 我想說如果考不過的話 第一個喔 可能要浪費那個學校的那個 125塊美金的報名費 那個錢其實不是我們出的 是學校幫我們出的 我本來是想說 這樣會不會太浪費學校 其實這樣 我反而自己出這個錢 比較心安 即便沒考過就算了 但問題是這個是學校出的 學校出的 如果考過就還有個交代 如果沒考過 那真的就是 感覺好像就是浪費人家的資源這樣 所以壓力會更大 所以還好 昨天的話 就還是要面對現實 然後我就排個下午一點的時間 就到東吳 考場剛好到東吳 而且東吳這一次跟微軟有簽約了 等於未來那邊都可以考微軟的證照 那就考試時間 它是兩個小時 120分鐘 然後就全部選擇題 總共考60題吧 我記得 60題 滿分是不是大概1000分吧 及格分數大概700分 它分數不知道怎麼算 我其實我還沒有特別了解 不過呢 就這樣考 一題一題考 那我慢慢來 因為 畢竟就慢慢看 而且120分鐘 時間太多了 做到那麼快 也沒意義 也不會加分 所以就慢慢做慢慢做 做到最後呢 然後再回頭看一下 再確認一下 因為它一定要很謹慎 一定要過 不過的話還得了 之前是有聽陳范小姐跟我講說 其實有很多老師沒過 所以呢 其實我本來是有 在之前的考期就定了 但那個小姐跟我講說 老師你要不要延後 想說 有沒有時間 有 延後好吧 那我再準備詳細一點 再準備詳細一點 所以延到昨天 那最後的話 終於 每一題 每一題 確認 確認 OK了 然後呢 很緊張的按那個finish finish就是交券 它就會馬上評分 那個是線上的 這個跟這個tq plus 是差不多的意思 只是它是選擇t 然後送出之後的話 它就馬上有個分數出來了 幾個分數是700分 那我看到我那個成績 那我心裡就惠心的一笑了 就終於過了 真的是 熬了很久 終於 還是 還好啦 有個好的結果 不然的話 我在心裡壓力太大了 OK 從來沒有這麼認真過 感覺好像回到以前 要考研究所那個年代 或者要做 反正就準備考試 那種心情 所以有的時候 考證照 我是覺得是給自己一個挑戰 因為你在這個之前 如果你會在乎這件事情 你應該就不會輕鬆 所以之後如果有機會 我是建議 各位可以試試看 嘗試 要不然也許你可以降低標準 你可以考一到五類 如果說你想要 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你真的是希望把這個python 的全面的東西 都能夠熟練的話 可以考一到九類 真的 千萬不要躲在舒適圈裡面 真的要給自己一些難題 因為你有難題 你才會進步 OK 就像說 有人會覺得說 像我們不考這個 也不會有人為難我們 對我們不考也沒事 但問題是 為什麼我想考 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 OK 不是說有人逼我 是我覺得應該做 對的事情 就繼續做下去吧 OK 持之以恆的做 OK 而且其實 累積一張證照 感覺也像收集 一個東西 感覺還蠻不錯的 所以 以後如果你假設一張都沒有的同學 真的趕快去收集吧 至少弄個幾張吧 讓人家感覺 至少有個話題吧 你面試的時候 你學校畢業 好像不知道在問你什麼 因為沒有話題 但如果看到 你正照這麼多張 就開始有話題 不容易耶 你怎麼會有時間 怎麼會這麼努力 當然 至少會正向的吧 所以有的時候 你的履歷上面 也沒有可以 值得讓人家眼睛一亮 然後有聊天的話題 至少 我覺得聊天話題很重要 有一些題材嘛 對不對 不然說真的 要找一個人進來 要找一個對的人進來 真的不容易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客觀的 客觀的標準 那當然 正照也許是 我覺得是一個客觀標準 姑且不論說 很多人會問說 到底我做這件事情 得到的效益是多少 這真的是很難評估 但是你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呢 就要繼續再看那個 第二階段 進階的部分 進階大概 我們的課程規劃 我把它列出來 所以在我們論壇裡面 這邊會有一個 比較詳細的 課程時間規劃 不過當然呢 不會百分之一百 完全是on schedule 我是大概規劃這樣子 OK 不過基本上也是這個方向 裡面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也有搭配 有一張那個TQC Plus的一張證照 那這個證照裡面的話 總共它是 不是九大類 它是分四大類 那這一張證照 當然又比之前的那一張證照 還更困難 那裡面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一類五題吧 那不過它題目都還蠻大的一個題目 不是小 像之前都是一個小小的題目 那它的分類的話呢 又更細 比如說它第一類考什麼 第一類考資料處理能力 跟資料庫有關的 跟檔案有關的 當然更進階 或者跟網路擷取資料有關的 那第二類的話呢 就是網頁 資料擷取轉換 那這邊的話呢 可能需要 你具備有一部分能力 不是只有Python 因為這邊會牽涉到網頁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爬網頁上面的資料 你不是把它爬下來 你爬下來的東西 特別注意 你只會看到這個東西 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按右鍵呢 有沒有你在網頁上面 你爬下來的東西 它裡面呢 實際上就是長這樣 你可以爬沒錯 但問題 你會發現 哇 很多人看到這個眼睛就花了 有沒有 那這裡面有包含哪一些東西呢 第一個 所謂的HTML 有沒有發現 HTML的話呢 它的開頭一定是什麼 小於符號吧 所以哪邊有沒有 這邊小於符號 這個都是 所謂的那個 HTML 這邊有函數吧 然後 一定是 那個什麼 另外的話 哪一些東西 像這些還有 很多的程式嘛 這個就是JavaScript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裡面像這個Google的東西 裡面呢 其實就藏了蠻多的這個 這個JavaScript 還有 CSS 有沒有 這邊還有一些 也就一個網頁裡面 你至少要有基本的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 網路爬蟲的高手的話 除了Python之外 你可能至少要知道什麼 知道就是說那個 網頁的結構 到底它包含哪些東西 OK 因為 你不了解它到底給你什麼 你怎麼去抓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什麼叫HTML 這個語言 OK 它其實就是什麼 hyper 什麼hypertest HTML Mark of Language OK有沒有 它實際上 講白話意思就是一種 什麼呢 一種標示的語言 標示什麼 標示那個範圍之內呢 是什麼意思啦 OK 那當然後續有延伸XML X就是10 Mark of Language 就是 因為呢 在HTML早期 只能放靜態資料 如果你要放 類似像動態 或者是資料庫來的資料的話 那沒地方放 所以會多一個XML 但後來還是不夠 比如說像一些樣式 它長得漂亮一點 那就用什麼 CSS CSS呢 它的中文意思叫樣式表檔 也就是要讓這個 像Word 各位有沒有 應該有用過Word的樣式 類似那種樣式 把它每個地方都做成共同的樣子 通常指的應該是格式 外觀的部分 其他還有什麼 JavaScript 裡面還有很多JavaScript的程式 所以假如你對這些東西不熟悉的話 那將來你要爬取一個網頁裡面資料 當然就會遇到問題 而且 如果說簡單可以固定就是給你爬的那個網頁 那沒問題 可是如果說有一些網頁它固定設一些門檻 我讓你抓不到 那我讓你抓不到 所以它有道高一尺 那你就要磨高一丈 你就要去分析它裡面網頁到底有什麼東西 是讓你無法抓取的 所以你還是要懂得怎麼樣 看得懂裡面的大 不是叫你從頭看 而是有些技巧 有什麼技巧可以快速找到 你要抓的那個東西的原始 然後你把你要的資料抓下來 這就是我要講的 我不是說我講了很多 然後最後的話 沒有一個重點 所以我會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我盡量就是說 我會替各位想到就是說 有些東西也許有些技術 你這輩子都用不到的話 那當然我盡量就不會去談那個部分 不是不重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旁邊那個天龍書局 那邊書很多自己去看 太多了 那所以我會抓最重要的 也就是這些最重要的 你如果可以抓得到的話 就基本上足夠你未來 再使用這個技術的需求 所以第一個我們大概就是講到有關這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假設你對那個什麼網頁 什麼叫網頁不太清楚的話 那可能就是自己再做個功課吧 網頁因為這些我們也許 沒有辦法花太多力氣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資料分析能力 這個我印象中好像是用Pandas 就是在Python裡面提供的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 它能夠具備直接讀取跟輸出 匯入匯出Excel的資料 也就是說你可以直接把Excel資料放到Pandas 然後呢輸出也可以把它直接存檔 另外的話它裡面有一些功能 也可以類似像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我們在Excel裡面不是樞紐分析表 把資料哪一欄哪一列放在哪一軸 是列還是欄還有中間的部分 你要做分析的話 其實Pandas也有類似的功能 也就是說Excel裡面能做的 在Python裡面也做得出來 只是說當然沒有像Excel做的圖形化功能 那麼完善 為什麼?因為它變成你要寫程式了 甚至那個Pow BI有沒有 這方面其實也蠻強大的 只是說我覺得工具畢竟還只是工具 就是說沒有一項工具真的是完美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藉由一個工具 就可以全部通吃了 各自有各自的強大的地方 但是有各自各自的弱點 所以你要去思考說 我要怎麼樣利用多種工具 節長補短 像你看Pow BI 雖然後面視覺化的圖像工具還蠻強的 可是它前面的資料處理能力 因為它沒有程式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蠻弱的 要說我的話 我可能前面也許用Python 或者用VBA來處理 處理完之後再餵給Pow BI 可能會更符合我的需求 OK 不然的話我覺得它有些功能 真的不太符合我的使用 OK 那再來的話最後就是什麼呢 資料視覺化能力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Panda使出結果 然後並且做出報表 但是畢竟它是一個表格的形態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很快的把它畫出一個 比如說我要直條圖 我要折線圖 我要什麼泡泡圖 我要各種的圖的話 那我就可以用什麼 用它裡面提供的其他的這個這個module 我們可以什麼 把這個圖給畫出來 大概會有這些時間的規劃 OK 所以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上一次上課的話呢 當然就是我們主要是把那個 第五類大概502到510 第五類 把講完 然後呢 都講了那個602、604 第六類有開個頭 不過後面當然還是建議各位 如果可以的話 請各位自行在花時間 把第六類的其他的題目 也給試著做做看 再增加自己的這個 這個程式方面的能力 OK 如果可以的話 真的可以 考慮把這個設定為目標 但是不是說叫你一定要 下個月就去參加考試 你可以把時間拉長 但是也不要拉太長 你不要規劃到說 我明年再去考 那就忍掉了 說真的你就不會再去考了 我知道人的惰性 真的會慢慢 戰勝你的熱情 因為說真的 像學程式這種東西 最怕就是一頭熱 真的就是 我剛才發現 要真的主動自主去做 就是自主性很強的人 在這個世界上真的還不多 後來發現 像我這麼有自治力的人 我覺得 好像真的還是算少數 我發現 因為像我學的東西都沒有人逼我 只是我喜歡我就學了 考試也是一樣 真的嗎 你也是嗎 那我們算同類了 真的就是要有這種 不然的話 你很難就是撐下去 如果你撐不下去的話 你之前學的東西 其實說真的就有點浪費了 OK 而且學這種東西其實 以目前的這個時代來看 是非常 我覺得是很夯的 而且你如果學會之後 你要找相關工作 是有絕對的加分 你慢慢變顯學了 最近我發現 奇怪 怎麼這麼夯 大家只要提到這個東西 都眼睛一亮 大家都想學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想要早點下班 對不對 沒有 每次都講到早點下班 大家都有興趣 其實真的 如果你學會這個東西 其實主要是增加你工作效率 對不對 而且你的決策是正確的 避免你走冤忘入 對不對 像為什麼我們這麼多的data 最後其實主要就告訴我 我該怎麼做決定 其實做決定是最 最不容易的 OK 因為你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的話 這家公司可能因為這樣關係 就會面臨倒閉 對不對 所以老闆壓力很大 所以你要怎麼幫助老闆 給他正確的報表 正確的資料 對不對 讓他可以做正確的決定 那這家公司當然 即便你給阿媽阿狗去做老闆 這家公司也可以存活的很好 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公司都會希望說 有那種專業的人去Handle 像台積電有沒有 現在裝任何退下來 現在差別雙 沒有 兩個老闆 OK 彼此之間還可以互相 制衡之外 還可以互相 就是結長補短 OK 好 那再來的話 今天的話我們繼續再來看 所以今天的話要先 接著來看 0601部分 所以待會請各位 雲端白板裡面的話 找到這個下面一點 因為我這個排序是0開頭的 06 所以它會放比較下面 那打開0601 第一個部分的話呢 可能會需要了解一件事情 如果說我今天要去抓網路上的資料 有點像你是模擬成為一個什麼 瀏覽器 有沒有 瀏覽器 然後呢 我連到某一個網站上 然後把資料抓起來 那在Python裡面提供給我們一個套件 這叫request 這個request 這個request request 就是因為 需求 什麼需求 網路上資料的需求 那所以 你一定用到 但問題是它沒有內建 特別注意 它的Python 原本的韓式庫 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呢 它是放哪裡呢 它放在它的pipe server上 它有個叫pipe server 那你就怎樣 把它抓下來就可以 抓下來 所以後面的話 我會教各位 如何抓取 那個pipe server上面的 大概 現在有二十幾萬個 類似的 外掛 也就是你把這個外掛抓下來 那上面 應該有跟各位講過類似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就找那個Python 有沒有 Python的那個 第一個 就是這個Velcom 它裡面的話呢 Duck在這裡 說明文件 另外的話 它有一個這個上面有一個什麼 有沒有 Pypi這個 它其實全名就是 Python的package index package 就是套件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翻譯成叫做 外掛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它所有的外掛呢 通通放在這裡 那目前的種類呢 有幾種呢 25萬多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一個project 一個 一個 套件 就等同於 一個解決方案 也就是它可以解決 25萬多 也就是說 理論上應該講起來 你只要你想得到的 人家都已經幫你寫好了 那你最重要怎麼樣 你要把它抓下來 然後掛上去 那你就可以解決 你要有問題 比如說影像辨識 裡面一堆 OK 你可以找 它上面有個社群 你可以去找那個關鍵字 一堆 其中的話 如果你要去找那個網路下載 資料的話 當然除了request之外 還有別的 你可以比如說這邊打request 它也可以告訴你那個request套件在哪裡 基本上package 那package裡面可以放多個模組 那什麼叫package 其實這個概念有點像這樣 我們src有沒有 就等同類似一個package 在一個package裡面可以放很多支模組 模組的話就點py檔 那也就是說它這個project裡面 project就是test 裡面project package就是下面這一層 那裡面會放很多的模組 有沒有 所以這個概念應該可以清楚吧 那我們將來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樣去把資料給下載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待會要講的 那第一個的話 待會我們就是 安裝這個我待會會說一下 然後呢 往下捲動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呢 安裝的結果 那我們待會先用一個案例來跟各位說明 第一個的話 因為之前 這個課程我是 大概兩三年前 設計這個吧 因為剛好有一個人非常的火紅 因為他跟零售市場很有關係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找零售市場 因為賣菜的嘛 那時候他真是紅片一死啊 可是在台灣這個感覺好像瞬間又消失了無影無蹤 不過沒關係啦 後來好像又有一個接他班的人 有沒有 什麼工讀 高級工讀 也是話題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要找什麼資料 比較有話題性 所以我就找那個零售市場 這個是台北市的那個開放資料 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可以看到 點進來 這邊呢就有一個什麼智慧會 預覽一下 那這邊有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基本上呢 就是那個什麼呢 台北市的零售市場的網路一個連結 那如果你把它下載下來的話 它實際上應該就是一個CSV檔 也就是這個CSV檔 最大跟之前最大的差別是 我們以前的CSV檔 是放在我們自己電腦裡面 但是呢 這邊是放哪裡 放在人家的Server上面 或者放在雲端上面 差別在這裡 可是我要怎麼樣先把它抓回來 抓回來之後 後面的動作其實就跟之前一樣 之前我們是把那個檔案開起來 然後做切割嘛 所以其實抓回來這個動作 跟開檔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說這個檔是在遠端 那如果我要切割並且放資料庫的話 那後面部分其實跟之前做的是一樣的 那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這就是底下的 也就是說 在哪個市場裡面 買哪一種蔬菜是最便宜的 你會想說 所有蔬菜價格都一樣嗎 其實不一定一樣 那怎麼知道 它線上好像這樣看不好看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怎麼 第一個你乾脆把它下 點這個連結 它理論上應該會下載一個檔案在這裡 所以把它開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按右鍵 然後編輯好了 因為CSV 如果你點開來看一下 Excel Excel沒有Run 那表示說呢 它是微軟的軟體做出來的 然後編碼方式應該是ANSi 沒有問題 那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用Excel來做的話 Excel有一個蠻好用的功能 就是資料裡面的篩選 資料裡面有個篩 篩選的部分 你又不要放第一列上面 你可以根據這個裡面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哪一種蔬菜 在哪一個這個市場 價錢最平 比如說輕衝好了 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有不同時間的價錢 OK 然後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不過它沒有群組概念 這裡面的話就列出來 你會發現 這個市東賣的是380 那底下的話呢 不同 它有100多塊的 不同時間點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在哪一個市場裡面 賣的是最便宜 篩選再來的話 其實可以 把它做一個group 或者是說甚至 我只要這兩 待會我們來看 也許在Python裡面 可以做完這件事情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把 這個網址裡面的資料 抓取下來 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的話 我們會需要用到request 可是request現在沒有安裝 那怎麼做呢 待會我們來看好了 其實就主要是 這一段程式 下載資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稍微把06 01 然後並且先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網路上的開放資料